现在有些青年人 由于生活的压力 对生孩子的意愿 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可能有很多很多原因 但是我觉得呢 恐怕生活压力是第一大原因 比如说就业的压力 教育的压力 养老的压力 医疗的压力 生育的压力 托育的压力 所有这些压在一起 那么对于一个年轻夫妇来讲 确实是不堪重负的 尤其在经济下行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收入也不如以前那样 当然结婚的意愿 生育的意愿 那么都不像以前那么高 我也非常理解 当然也非常遗憾 尽管这样 我们青年人 尤其青年夫妇 还是应该往前看 困难终究是暂时的 人的一生路还长着呢 但是生育这个阶段 稍重即逝 抓住这个有效的生育期 把暂时的困难 借用亲亲朋友的力量 能够帮你一把 否则的话 过了这个年龄段 恐怕后悔就有点来不及了 小草 比则的话 为什么让你一把